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如果要很認真地講中國歷史的話 你不得不去參考很多人的觀點 中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史學家 他叫做雷海忠 他曾經是南開大學的教授 是中國一個很出色的歷史學家 他在1962年的時候已經小小 他對中外的歷史都有很深刻的認識 他有一個觀點說得很好 他說在古時候的老百姓 天生是一種對權力的忠誠 即是對於皇帝的忠誠 如果被蒙古人征服了 他們就會歌頌蒙古人 如果被滿洲人統治了 他們又會開始歌頌滿洲人 而當滿洲人被民國取代了 他們還不習慣 還要繼續留下邊 說留著邊才是中國人 最搞笑的是 他說了有一幕 說張勳復辟 張勳是 會帶他留邊 邊子軍 他的軍隊 很搞笑 其實已經是民國 絕大部份的人都已經剪了邊 剃了頭 好了 突然間張勳入京城 說要復辟 然後當時北京的市民 除了學生和有識之士 普通的老百姓就很害怕 於是在街邊 很多人開始賣 馬毛編織成為的假邊 因為他們怕復辟了之後 沒有邊可能會被殺頭 又去買了很多錢 去買那些假邊 誰知道張勳 十多天被人搞塌了 然後人們就打算去找賣邊的人退錢 賣邊的人跟他說 不用退的 那一陣子又要帶的 你們買了就對了 後來日本人來到 你就知道當時日本人有多兇狠 按道理你沒理由會歌頌他吧 不好意思 有些地區 被日本人統治慣了 他們竟然 不希望日本人離開 所以雷海宗教授 他說 其實古代的老百姓 究竟要選擇支持什麼人 其實並不是看誰對誰錯 也不是看他是什麼種族的人 而是取決於誰在統治 誰統治他們 他們就會支持誰 這就是當時老百姓的一個價值觀 看看歷史 其實中國在周朝的時候 是分封建制的 以這個中法來維繫整個社會 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 封建貴族階級 其實那個年代就跟希臘的城邦年代 差不多時候 如果不是有秦始皇的出現的話 整個文明的方向 就未必是會向 封建皇朝的方向走 而可能會好像成邦 百花齊放 我們其實 聽到貴族這些詞 就會覺得好像很反感 覺得這些人是不是高人一等 其實我們很客觀地看 雖然有時候貴族 眼睛生在額頭上 看不起那些人 但他們相對普通的老百姓來說 其實他們是沒有那麼嗜血 這些人是沒有那麼殘忍的 他們主要都是一些職業軍人 他們所採取的制度就是世襲的制度 他們是居住在國裏 所謂的國 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國家的國 國的意思就是 在首都附近的城市 地區 這個階級就叫做是人 在周朝的時候 是有劃分的 即是對人 分別是 是 農 工 商 而是農工商 只有是這個階層 是有當兵的責任 以及會接受到軍事分裂 這班士人 是負責要保家為國 在戰場上要衝鋒 而農民在當時 不可以做軍人 他們是要受到氏族階級保護的一班人 所以無論在戰鬥能力 以及他們的道德水平 都是比較差 而我們經常都很尊敬的孔子 其實他就是春秋時代 繼承了那種 貴族精神和文化的一個大乘者 所以孔子的整套學說 他的禮教所有的東西 都在宣揚貴族精神 所以貴族精神並不是可恥 他不像西方說 是血統的問題 我是藍血人 你不是 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代表的是一個 階層內的一種文化 是那個時代比較先進的一個體系 孔子的自己 亦不是那些手無搏雞之力的書生 他不斷推廣陸藝 亦提倡要自我教育 以及不斷訓練 陸藝就是 禮、樂、舍、遇、書、術 射就是射箭 瑜就是駕駛 當然不是駕法拉里 而是駕駛一些古代的戰車技術 所以這些是很明顯的軍事訓練 是周朝貴族政治文化的一個部分 孔子他畢生 也是很推崇周朝的這種文化 因為他自己就是那個時代文化的產物 亦是那個時代的習大成者 再看回其他諸子百家 後來的什麼子 什麼子也好 很多的子 他本身都是貴族 他不是平時是餘餘下田 然後突然想到學說 然後出來說 而是他本身受到教育都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說貴族政治 是可恥的 狗眼罕人低 是不公平的 其實 對方並不是很恰當 但是 從春秋到戰國時 整个周朝的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战争也越来越凶残 在战争里,死亡的贵族越来越多 到后期,战国时 已经实行一个君主的集权政策 所以整个封建制度在这个时刻已经开始瓦解 虽然是这样,但贵族精神和文化还未死 因为先秦时代 他当时的历史和文学典籍 其实春秋战国时的人很讲义气和道德 我在讲《口黑学》的一集,长哥仔留言 他说不同年代的人的道德水平不一样 对的,真的没错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是讲厚恥 很讲义气,有信用的人 如果背信弃义或谋朝篡位 其实是被其他人看不起 他比之后的那些王朝的时代 是做得更加好 有更多光明磊落的豪杰人物 所以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 是中国一个很辉煌的时代 就是这个原因 同样是大乱斗时代 你看看汉朝后期 东汉三国时期 你很明显看到那些人就奸诈了很多 而且更加崇尚暴力和杀人的部分 讲文化的东西是少了 背信弃义 以如我诈 已经是相当风行 所以你可以看出 当时所谓的孔子那群人 或者是朱子伯家所代表的那些 贵族文化 其实是相当好的文化 但这个局面在秦统一组六国之后 整个封建制度迅速瓦解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已经变成了当时的国家模式 所以在这个时刻 贵族阶层开始抹落和消失 贵族除了皇帝那些是贵族之外 其他都不再是贵族 什么汉宇那些都是以前的贵族 多年因为战乱 死的死 流亡的流亡 所以只剩下这片土地 绝大部分都是小龙阶层 而这些小龙阶层 绝大部分都是电龙 什么电龙 不是会发电的电 电龙就是没有土地 要租地主的地 那些就叫电龙 因为你没有土地 你就需要租别人的土地 如果在历史上出现土地兼并 这些时候 他们连田都没有耕 那这些电龙怎么办呢? 母田家连饭都没得吃 面临着生存问题 所以走投无路 只能落草为购 形成了各式各样的 这些道策和流民集团 从楚瀚之争 一直到晚清结束 这段时间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 由这些电龙和来源电龙而演变而成的 道策集团所导演的一场 演了两千多年的一场 长命电视剧 所以雷海宗教授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之所以不断的这些皇朝更替 因为这些皇帝也好 或者是隆民也好 他们全部都是土匪和电龙的后代 所以无论是统治阶级也好 或者是平民老百姓也好 都是一样 当然如果你变成皇帝 你就由一个普通的电龙 即是像是朱元璋 姚身一变成皇帝 但绝大部分普通的人 都是继续做他 所以除了皇帝的阶层之外 在整个古代皇朝的社会 没有任何贵族阶层出现 所有人都是树民 所以这些树民的文化 就与孔子年代的贵族文化 完全不一样 而这种文化 雷海宗教授帮他起了名字 叫做小龙文化 小龙文化有什么特点 第一就是愚昧 第二就是自私和狹崖 而且贪生怕死 亦不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整个价值观 就与孔子代表的 贵族文化的价值观 完全相反 孔子代表的价值观 就是要保家为国 由小便要练射战 开战车 学周礼 而小龙文化 更加提倡窝女斗 大家互不信任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我们再追溯历史 其实在历史上 小龙文化 并不推崇军事训练 和道德修养 他们主要的指导方心 就是实用主义思维 实用主义意味着 其实人是没有野心的 不要妨礙我吃饭 我搞定了 安定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 以前古代的中国 他很少说 去主动打外族 他不喜欢去征服其他人 例如那些兇奴 在旁边那些 你首先不要管 够不够打 关键就是 你会去打 边疆的那些 暴落的皇帝 都屈指可数 无非只有秦始皇 汉武帝 那几个 一安定 就快点起长城 圍住 不要再被人进犯 我当然不是说 你一定要去征服其他人 要去发动战争才叫好 只不过你就可以看出 他的取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当时的皇帝 很推崇这种实用主义的话 你很少会征服其他人 唯一的命运 可能会被更加强大的民族所征服 你看回汉朝之后 凡是对外战争 其实很少可以赢得到 就算是赢得到 你也没办法完全去征服其他文明 又或者在海外 去建立殖民地 在历史上 什么遼国 金国 什么蒙古 满洲 这些草原文明 也曾经把他们的铁骑 开进我们的国土里 再看清朝 欧洲人都可以打进来 再一次被一些海洋文明所征服 所以雷海宗教授也认为 这种所谓的小龙文化 其实是一种很劣等的文化 而小龙文明也是一种 会反复被人征服的文明 因为经常被人征服 所以这种很愚昧的小龙文化 慢慢演变成为清朝后期的奴才文化 看回当时清朝的官员 那些汉人的官员 跪拜皇帝走路 你真的觉得有多收家 反过来 回到家的时候 你家里的那些仆人 又要像你刚才 向皇帝所做的那些方式 去跪拜你 去服侍你 再看回民间的那些电笼 民国来了 剪边 张芬回来了 买边先 当时的老百姓 就会根据不同的统治者 就会摆出不同的嘴念 你可能说 这种是一种求生的本能 可以理解 不好意思 我真的理解不了 我知道求生很重要 但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说我为了求生 我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如果今时今日 有人没有饭吃 你说要叫他跪在那里 好像狗一样吃饭 你会不会吃呢 你可能说时代不同 不是 这就是一个人的骨气 和他的尊严 什么都不做 每天都在耕田 然后祈求上天 像一个好皇帝给自己 他爷爷祈求有个好皇帝 他爷爷祈求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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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最后是Game Over 格式法 又重新来 没有死到的话 又祈求有个好皇帝 然后自己的儿子 又觉得有个好皇帝 孙有个好皇帝 室有个好皇帝 室有个好皇帝 噢!又Game Over 大哥 你有没有听过 好皇帝就好像好男人一样 可遇不可求 好了终于爭气了 自己说要去做皇帝 好像朱仔和Judy 那又怎样 是你几个做得好 后面那些 那就用来给后人剝花生笑 等格式法 等瓜老衬 大哥你简直有个公式 难怪刘伯温 可以写一些烧饼歌 可以预言 傻猪来的 我也可以预言 鬼不知道 200年之后 明朝就没有了 我还可以计算 下一个 清朝 多少年没有了 大哥你取代了上一个皇朝 做上一个皇朝一样的事情 你是不会有进步的 都没有解决过根本的问题 古代那些什么皇朝更替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字 由大明股份有限公司 变成大清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可以调整 这些人就很可悲 在晚清的奴才文化 其实 他的历史源头 就是这些小龙文化 所以说 古代的龙民 其实他的命运 真的很悲惨 你说他们是否真的想是这样 有头发 谁想做拉拉 谁想生活得毫无尊严 谁想生活得毫无尊严 但又是因为这些龙民起义 就算被他成功了之后 到最后 很不容易搞定崇征 然后又来一个顺治 顺治康熙的雍正对你好好 到乾隆和和申出现 这个循环又再次发生 过几年 洪秀泉就出现了 每一次当这些小龙阶层失去土地之后 便会流入民间的江湖社会 再一次成为松林法则的犧牲品 每过两三百年 又一次格式化 由汉朝到清朝 不断重复 你也别说不可悲 鲁迅先生当时写下的小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视角下写出来的 好了 今集的时间到了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有空无事 讲讲历史 我们下集再见